尤其这种远距的工具 那这些工具可能要透过很多的媒体 多媒体那尤其廖教授 他在这部分有一些专绩 因为其实我们学校 东东大学有提供一些 Tone Class的一些教协平台 那因为有些Tone Class有些限制 那我想说在这边 特别安排了一个体育课程 得一个I Know的零教材 我觉得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那我首先还是借用大家的双手 来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廖教授 来 好大家午安 好那我就不再赞述我们的时间交给廖教授 谢谢 好大家午安 那我们这个麻烦老师们呢 您先看一下打开这个简报的部分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原则上只要在电脑上就可以了 能够上网就好 不用安装其他的软体这样对大家来讲不太会有太大的负担 好那我们虽然学校有Tone Class 但是我想其实在影音教材的部分 Tone Class虽然也不错 但是我等一下会列出几个 也许老师您先看一看 看看您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些痛点 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老师的这些问题 那今天介绍的这个OneNote呢 它不只是用在就是我们的远距教学 其实老师平常上课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体育方面的相关的知识的要介绍 那您会有一些影片需要用到的时候 我们一样可以透过OneNote来协助老师们做比较好的这个教材一个呈现的方式这样 OK好那老师您的简报应该都打开了吧 有 好那我这个我就先收起来咯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咯 现在这样子 有没有感觉现在老师上课包包东西都要很多 哈哈哈 也需要很多 你看我还知道这么大包 哈哈哈 没办法 因为这个礼拜其实是大家最混淡的一个礼拜 下礼拜应该好一点 因为这个礼拜是混合式教学 哈哈哈 比纯线上的还麻烦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是 不要说老师 非资讯科技我们觉得我自己教资讯的我都觉得我也会很紧张 怕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真的真的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学习 好那我们呢 现在就一起来看看 这个呢 把我们的简报打开之后呢 我来这边 来 OK 那么 您看到我们现在 呃 在这里 先把它 好 我用全屏幕一下好了 好 没关系 我就不要用全屏幕 那我先 点到这边 那么待会呢 如果老师您有问题的话 呃 您可以 马上现场 我们 Live 哈哈哈 然后您可以直接举手就好了 我想 这个互动白板 因为现场上应该比较方便啦 那我还是有留一个 如果说老师 您在我 在我讲解过程里面 那您觉得不方便 打断我的 这个 课程的话 你也可以在 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白板 这个是一个线上的白板 那您可以把你的画面也好 或者是文字 透过下面这边 在这里 您如果要打字 然后要上传您的图片 都可以从这边进来 好你看已经有一个 Unknown user进来了 很好 那这个呢 白板它是无限大 所以呢 如果老师没有任何问题 打在这边 我待会也会回来 这边关注一下 OK 对对对 老师再试 如果你是图片的 直接Ctrl加V 已经复制了 直接贴上也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还蛮方便的 或者网页 影片 都可以这样贴进来 很方便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针对呢 老师呢 体育课 您在上课的时候 也不仅只有体育课 其他课程也这样 有没有什么痛点 第一个 我要先问一下 老师平常 不管您是远去的课程 或是 线上的课程 您的 影片 通常都怎么整理 大部分的方式 第一个 您可能会整理在一个所谓的教学文件里面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您的做法 可能就是 这样子 把影片的标题 复制一次 网址复制一次 影片的说明 也要复制一次 那整理的更好的 会把 画面再抓一个 呵呵呵 这样会比较清楚 那个影片要讲什么 对吧 所以 会像这样 然后呢 如果说 这段影片 可能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老师 你有每段影片都是从头看到尾吗 这种的比较适合线上的 因为就不用互动 呵呵呵 直接播就好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 给 同学看的 其实只是 其中一段 那 老师如果你要用这个 教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每一段 影片你要不要自己记得 看到哪里 到哪里结束 不然就只好边看边找 对不对 这个就有点痛苦 那再来就是 如果老师呢 你想要怎么样 想要 问同学什么问题 你自己 是不是要在影片里面 你要问的问题 你要自己先记下来 不然 你搞不好 可能忘记啦 对不对 那个画面过了 好了 算了算了 不要再问了 呵呵呵 这样就有点可惜了 所以呢 这是 我最常见到老师的 就是记录你的那个什么 影音教材的方式 那你再往下看 往下看 在这里 还有些人是用在我的最爱 对不对 有没有老师把 YouTube影片 加入到我的最爱的 你有没有感觉你爱很多 到最后还是Google一下 因为影片太多了 尤其我们刚好今年又遇到 奥运嘛 所以有太多影片值得参考 那 您这样 要找 很不方便 标题 如果你没有下好 其实你要找的东西 真的很容易就找不到 那另外呢 有些人 更勤劳一点 我会把 我要的影片就下载到自己的电脑里面 这也是一种方式 没有错 但是呢 第一个 下载影片要比较发时间 而且你可能需要有一些软体 或者是去某些网站 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第二个 容易发生 上课的时候忘记带去 以前 体育老师哪有人家在带电脑的 老师没有感觉到以前 体育课没有人家在带电脑的 现在是 这种疫情之下 才有老师要 带电脑上体育课 那 再来就是 党名 也一样 很难搜寻 对不对 即使你写得很完整 但是我们在档案总网看的时候 其实只有显示局部啊 只有你滑鼠滑过去才会看到完整的 那这个其实对 老师要找这样就不方便 那么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么多问题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可以解决 我们来看看 在这边 OneNote在这一块 就有它的优点 那我们先提一下 来看一下 在这里 第一个 当然 它免费就可以用 哈哈哈 这个很重要 不然学校也有穿 穿克拉斯的 还要 叫老师花钱 你这样不好意思吗 当然我是付费者 因为我是他们的 那个重度使用者 我用付费的 功能比较多一点 好 那没关系 你看 免费的账号 我们就20个 就是 您可以自行选择要不要公开 如果你不公开 你也有20个 那每一个课程里面可以增加的 无限多个 所以 有没有其他 目前网络上有类似的服务 有 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功能上 或者是 数量上 有比较多的限制 所以我们推荐大家用另外一个 OneNote 你可能 在 以后老师教材比较多的时候 你就比较不用担心 我要不要搬家了 要不要付钱 其实说真的 像当我们教材很多的时候 搬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真的 好 那 再来就是 您如果愿意公开 当然它可以有无限 也就是说 其实很多影片 如果老师只是网络上找到 你把它整理起来 那有没有公开 其实就没差 对不对 网络上其实也找得到 您只是负责做整理 只是负责做整理 那再来就是你看 刚刚我们要新把那个影片 做整理的时候 老师有没有发现 你很麻烦 我要 复制网址 要复制标题 要复制说明 甚至我要抓 缩图 那再弯弄 一个网址就搞定了 你给他一个网址之后 这些东西一次到位 缩图也帮你准备好 就这么简单 那再来就是 如果你是播放清单 像我刚刚讲的 有些老师是用我的罪案 去做整理 但是 YouTube上 可不可以把您 喜欢的影片就加到 所谓您自己的播放清单 也可以 如果您有 曾经这样整理过 恭喜老师 你也是给他你的播放清单网址 你如果整理了100部影片 全部一起加进来 这样会不会太快了 因为 过去你很认真的整理了100部 所以 其实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优点 那再来呢 他还有一个 这个呢 老师呢 您就可以参考看看要不要装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请老师 若可以的话 您带笔电来 是因为 如果呢 您要再更方便一点 我刚刚讲的是一个网址就搞定 对不对 这样还不够快 因为 你是不是还得进到OneNote里面去 要登录那个网站 所以如果老师 你跟我们要偷懒的 您只要把这个 扩充工具整理起来 要安装起来 那就可以怎么样 平常 平常您在看影片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同学做参考 马上按一下就夹进去了 就这么简单 就抓下来的 对 他不用抓他只是把网址 就自动夹进去了 自动 对对对 所以这样子 老师平常 我在看的时候就顺便在整理教材 有没有你会更省时间 这个是他的优点 那当然 这边呢 他 很重要的 我们刚刚有说到 老师有可能在影片里面 是要问同学问题 他可以插入问答题或单选部 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直接指定 影片播到什么时间 我就跳出问题来 影片会自动停止 您就不用担心说 我会漏掉 要问同学什么问题 那第二个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我们刚刚有提过 老师的影片 不见得每次都是从头播到尾 对不对 所以他会问你一件事情 你想要这段影片的哪一个部分 当你看这部影片的时候 他就从这里开始 自动播放到这边就自动停止 当然如果他想要继续看下去 他可以继续看 但是原则上就是 开始就会从你指定的时间 到结束的时间 这样子 是不是就更有弹性了 这个是我们用 OneNote的一个特点 当然他有没有限制 有啦 如果你是付费的 你可以看到更多的 所谓的统计资料 那再来就是 测验的结果 他不会保留 保留 那我们今天的目的 其实也不是要让 同学们 再去加入 玩弄不用那么麻烦 我们就是要让老师有比较方便的影音教材的一个 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所以您是直接上课 操作给同学看就好了 不用带同学到 电脑教室上 体育课 这样太麻烦 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 这个有没有加入 这个OneNote 就是老师 加进去就好了 同学 不需要 我们 不在那边做所谓的班级经营 那部分就有 创客 创客 创客那边去做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 先跟您稍微介绍一下 它目前的一个 就是 优点 还有限制 那当然 OneNote 它也会有付费的账号 那所以 有不同方案 原则上我们用的就是所谓的免费账号 免费的账号这个方案 所以零元 就这样 那现在呢 我们等一下 就要麻烦老师呢 来一起 加入 先注册一个账号 所以您可以进到我们简报的第六页 您可以进到我们简报第六页 要全一幕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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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幕 对 您进到简报的第六页 这里有一个 开启OneNote网页 有没有 您看左下角有只猫头鹰 我已经把那个 网址 贴在这里了 所以你点到它之后下面就会跑出来 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对对对 它就带您到OneNote的这个网址 您进来之后会长得像这样 对 从这边 上面这里有一个会员登录 老师最近 上完课的时候应该有发现 您已经注册很多网站的帐号了 哈哈哈 现在大家都很会注册网站的 所以您点下去之后呢 来 您先看一下 看您自己选择 您想要用 社群帐号是最方便 因为 您用Google的帐号 Facebook的帐号 微博的帐号 雅雾帐号 都可以 这样就直接授权 不过听说昨天Facebook 啊 盪了很久 哈哈哈 所以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 等一下 是来 那个 帽房音乐要开启inone的网页 好来请看这边 你不知道会有一个网址出现啊 对对对 没有 没有 没关系没关系 那我跟您讲一下 在这里 您也可以直接打这个关键字 OneNote 1234的1 1234的1 KMW 这样也可以 您打这个关键字也会找到 要注册一次 对对对 就是您如果打开了之后呢 它会长得像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呢 您用社群帐号是最方便 那如果说您要用 学校的信箱 也可以 不过你要 它会寄封证证信员 你要去学校信箱收信 所以我鼓励老师 您就 直接用社群帐号 那下次呢就直接进来 比较快一点点 而且它这个网站其实 跟学校的 信箱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您 不用学校信箱也是可以 好来 Google帐号 那因为我刚刚已经有登录Google了 所以它就直接进去了 Google 所以您也不用寄什么密码 只要知道你的 Google帐号就好了 这样相对是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 这样老师进来 有没有都是空空的 空空的就是正常的 对对对 好 恭喜大家 已经拿到今天的入场卷了